大家晚安 你要睡了嗎 睡得著嗎 我今天 對了 我是曾志喬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最喜歡的一部電影 如果你要想超過五秒以上 I'm sorry 你可能沒有 幹嘛嗆人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會毫不猶豫 蹦出一部電影那可以代表某一部分的你的話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那部電影 我的那部電影 算賣座但也其實不是什麼 非常賣座的電影叫做 戀愛沒有假期 我記得英文是翻作The Holidays 完全不一樣的翻譯 但是我很小的時候 改變了我的很多很多想法的一部電影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 曾經獲得一次機會 公司要幫我發個人的唱片 當時有一個很賞視我的製作人 他就說我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唱片企劃 讓大家看到更真實的你 那你可以跟我講講真實的你 你喜歡什麼或什麼事情讓你最覺得好玩 什麼事情讓你覺得最像你 這好像聽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可是我一直答非所問 我一直跟他說我覺得啊 因為我已經出道四五年啊 我很確定啊 像那種韓國的那種女子團體那種跳舞的 就不適合我 但如果你覺得我可以做得來 我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覺得有些造型啊 如果放在我身上 可能會比較有 比較商業 大家會看到我 就我一直答非所問喔 我一直在告訴他 我覺得我做什麼樣的事情 大家會喜歡我 以我的經驗來說 這樣做那樣做那樣做不行 大家不喜歡我 我完全沒有辦法回答他 原本問我那個那麼純粹的問題 真實的你 你最喜歡什麼 你聽到什麼會覺得 對那就是我 我就是那樣那樣很棒 哇我居然完全 當機了 由於一直答非所問 所以那場企劃會議也就這麼結束了 他就叫我回 回家再體會看看 結果有一天呢 我在看《戀愛沒有假期》 那已經是我看的 不知道第幾次了 我每次覺得 要去外地拍戲或工作 比較孤單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那個DVD 現在小朋友知道什麼是DVD嗎 然後或者是每逢聖誕節 或是跨年 如果我覺得很孤單 或者是我身邊 有一兩個好朋友 我就會跟他們一起看 《戀愛沒有假期》 然後那天我在看的時候 我超興奮的 我立刻打電話給那個製作人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什麼 東西會讓我覺得 我就是很喜歡這個 一想到這個我就好開心 好興奮 就是這部電影《戀愛沒有假期》 我當時就是興奮到 還沒辦法告訴他為什麼 我還沒去思考 我只是終於知道怎麼樣回答他 問我的那個問題 就是真實的你 你喜歡什麼 那後來呢 我就從 反推回去 我就從這部電影的劇情去挖掘 對啊 我的內心 空缺的那些是什麼 為什麼這部電影會給我這麼大的生命力 和安全感 和幸福感 然後那一部電影其實是兩個女生 我們在感情和工作上都碰到了難關 然後他們交換房子 所以他們去過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反而找到自己 去到一個完全不習慣的地方 遠離他們本來最執著的人事物 反而找到了自己 對 所以那部電影打開了我這個開關 就是不要一直選擇自己習慣的人事物和空間 就是我們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生命還有很多很多 充滿愛充滿熱血的 好玩的非常有意義的事物 那那部電影 直到現在 已經超過十年 在我心中 還是一個我非常感謝 而且我覺得 滿滿力量的一部電影 有空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非常幸福 又非常溫暖的一部電影 好 祝福大家 那就晚安囉